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细小的目叫绒 像这么小的方块就叫丁 鸡丁是切的小小的方鸡肉块 肉丁是切的小小的方猪肉块 豆腐干丁是切的小小的方豆腐干块 行了 行了 吃的不错 现在我来告诉你怎么做准备 做准备容易 把鸡肉切成小小的方块 也就是切成鸡丁不就行了吗 不行 切后鸡丁还没完成准备工作的三分之一呢 还没完成三分之一 是啊 你还得把一些姜 蒜和干辣椒切成丝 再准备十几颗花椒 然后你得在切好的鸡丁里放上切粉 盐和酱油 拌匀了 这才完成了第一个三分之一 真牛腻吧 那第二个三分之一呢 这第二个三分之一 你在一个小碗里 倒上一些酱油 里面加上盐 白糖 味精和馅粉 这叫滋汁 放在一旁 好 那第三个三分之一呢 这第三个三分之一 你得准备一些油炸花生米 对 听说工宝鸡丁里 油炸花生米是少不了的 现在你可以动手了 炒锅放在旺火上 把油烧热了 先拿葱 姜 蒜 干辣椒和花椒放下去 炸香以后 把鸡丁倒下去炒 鸡丁快熟的时候 把滋汁倒进去 再加油炸花生米 最后加一点点醋 鸡丁起来就成了 喝 味道香了 吃口香嫩 味道好极了 不错吧 用同样的方法把鸡肉换成猪肉 那就是 跟饱肉丁了 肩膀 我回去一定去吃做一个 让爸爸妈妈尝尝 说起做菜 我也知道一种穿菜的做法 那是听我妈妈说的 什么菜? 鸡丁肉丝 好 我喜欢吃鱼香肉丝 说来听听 先把肉切成丝 搭上酱粉 正宗的鱼香肉丝 要切成像火柴棒那么长短粗细 有的餐馆做的鱼香肉丝 切成无名指那么长 小手指那么粗 那就不正中了 明白咯 再准备一些木耳和笋 如果没有木耳和笋 可以用别的蔬菜也切成丝 把葱 姜 蒜和辣椒切成米粒大小 注意 鱼香肉丝虽然是川菜 但一般不放花椒 最后做滋汁 在这里除了要放酱油 盐 白糖 线粉以外 还要放醋 旺佛把油烧热了以后 先下什么? 先下肉丝 肉丝炒得有一点发白食 下姜 蒜 辣椒和葱花 炒一炒 再下木耳和笋丝 炒完以后 倒进滋汁 再炒一下就成了 我还听说有鱼香鸡丝 鱼香鱼丝 鱼香猪肝 甚至还有鱼香菜胆 鱼香茄子 也都是大同小异的这么做吗? 一点不错 你还真聪明 彼此彼此 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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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